1月3号19点左右 贵州省毕杰市第一人民医院分医院培训基地项目再建工地发生山体滑坡 共有17人被困 截至昨天下午14点05分 17名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 其中14人已无生命体征 三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 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普世野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日前 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发布最新数据 新疆的普世野马数量目前已经达到512匹 这标志着我国普世野马的饲养 繁育 野化 放归等工作 取得了丰硕成果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 截至2021年底 位于云南和四川交界 金沙江干流的乌东德水电站 全年发电量突破389.1亿千瓦时 据测算 乌东德水电站生产的389.1亿千瓦时绿色电能 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量1186万吨 近日 正统气象 沈阳故宫院藏楼东画派作品展开展 展览展出楼东画派代表画家画作《三十余幅》 清朝初期 在楼东地区出现了楼东画派 该画派大量临摹古人作品 在借鉴古人 利益 布局 运笔 色彩 线条等方面 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附近统领了整个清代画坛 其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